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排档后面有时装店 全城役簿 成交了大约3,300万元 原业住在2009年2575万元进来 没什么能赚钱 兜过去看看在排档后面 进去之前给你看看 这里是拔街 拔街你知道这里非常旺 花园街那里是金鱼街 现在进去看看排档后面是什么款式 好了 来到我们看到了 就是两个公仔放在前面的时候 是花园街150至156号 华美楼地下的152号 面积大概是700尺 门阔大概是10尺半 然后你看到图籍 所以看到这一间 是买一些女人时装 我还没光顺过 本身招牌也没有 不用招牌 买这些衣服 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旺角度 外面那里是很旺的 当然了 转回来这一段时间就差很多了 这个排档党了 租6万3千元 租约就去到2021年6月份 就成交了大概是3300万 回报大概2.2厘 就是这一间的店铺 原本业主买了很久了 没什么赚 09年的时候9月份 当时店铺子刚刚升了 2575万 真的没什么赚 没什么赚算赚得极少 赚得极少 但是算不错了 代表什么 就是被这里跌了很多 还有装粗买得很贵 对不对 这里只有一个资质 总之它逐租的时候就是7万元 就去到2022年的6月22日 你看到我份的物业资料 大家看到的了 旁边这间店铺曾经都成交过150号 09年6月份曾经成交3268万 我看经纪的本子就这么说 这间店铺大间的150号 这间铺大间的6多 我猜不猜得多 这间铺子一看久的时候134尺 这间铺大间的10尺 会差3、4尺 看回这间铺的时候 其实很深的位置在后面的时候 去到后面都深大概50尺左右 很深的 OK啦 这个位置是这样的 可惜 五角3300万 放在排档后面的时候 始终叫做重灾区 但是这段的花园街都比较民生一点 花园街往事的时候 每一间四五六千万 但现在就跌了下来大概三千多万 就是我又明白 有些分分钟现在试旺回 一间铺大间铺的时候买四五千万又不期 那些大货 这间就比较小的 我感觉这个不贵不便宜 我不惊喜买了3300万 但是都稍微偏贵 我形容一个4.5分位 一个4.5分位 始终现在的类数回报不高 最终逐租的时候 租金有没有去到7万元 我很符合 OK的 好了 各位买家 但是他计算得多 拿了3300万出来就会成熟 始终希望明白 旺角太子里头的牌档 在这边现在都比较重灾区 等于游客回来 但游客回来都未必走这边太多 这个始终牌档是否挡住了 比较 什么的 旁边的一间铺就大间很多 旁边的一间铺就大间很多 但是这间铺 就是 If everything above 5分 你知道 真的无意思 我感觉一个4.5分位都不便宜 好 过去买家 但是他计算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